好 接著到下一套了 這一套作品我看第一集的時候 真的給了一個很懷念的感覺 很懷念一套作品 首先要先看它的名字 標題A罩 我都叫了你野恆者 一定要看這個作品的介紹 才去看新版的 我才是為止概念 我從來都沒有看的 我從來都不會看一套作品之前 我們看了維基什麼 所有的間隔 不過我也明白的 在這個年頭通常的故事介紹 都是不扣譜的 最後都是糟糕的巨蛋 不 因為你看名字 那些捉卡遊戲 會不會以牙拉遊戲 互相騙來騙去 玩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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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到一些勝利者出來 那些推理懸疑的東西 你錯了 你看這些東西 通常一些所謂叫做 政治戲碼的東西 都要用一個叫做 遊戲去形容 很多荷里活的電影 都是什麼鬼局遊戲 也好 通常都會用這些 我看這套作品的時候 我從來都不知道 這套作品是說什麼 甚至你講國際局勢裡 經常講一個理論 叫做Game Theory 都已經用Game字了 其實 講回這套動畫 這套動畫 這套動畫是一個 捉卡遊戲 是一個特務的動畫 而為什麼 我會覺得 懷念的地方就是 大家都記不記得 在幾年前 曾經有一套三部曲 對 叫做 閃光之夜集 你講三部曲 動畫的力量 這個名字 可能都忘記了 對 但閃光之夜集 我相信都有一部分 我相信有不少人 都會記憶猶新 對這套作品 其實懷念的地方 無論是畫風 以及他所選擇的 背景的時期 是一些很敏感的 即是一些很敏感的 一些二戰時期的背景 即是他用了二戰前的背景 這些所謂的取材 其實是很敏感的 尤其當年 閃光之夜集 因為他直接說 日本的特務機關 那裡有超能力 這套是沒有的 先說明先 不要記錯了 我開始以為有超能力 其實那些人 我都覺得超能力 不要緊 那些有超能力的人 尤其是跟中國那邊的特務 有些交戰的事情 還有那一集 如果聽眾還記得 當時 我不太記得 當年現實中 世界裡面發生了什麼 中日關係的事情 所以搞到老溝橋事件 就是沒有了 即是電視上是沒有播 這一套其實就是 說明日本 在這個二戰時期 就秘密成立了一個 所謂叫做 特務機關 D機關 為了就是賠分 2007 008 008 可以達到人類極限的 一些 記住在人類極限 不會超能力 我繼續 沒有超能力 我唯有少他 但是現在 這裏那些 不懂得信 這裏那兩個 有一個 結成中座 就是 他就是 訓練了一班 他訓練這班人 不是在軍隊裏面 是在大學生 平民裏面 挑選一些人來做訓練 最終他就訓練了八個 是 萬中之選 對 不知道是不是 萬中之選 有戰鬥力 有才智 還有美式 可以做男技 的八個女性人 這是一個強調能力 很重要的 對 記住這件事 我不會讓他想想 因為他裏面的強調 就是 如何去勾引女性的 攻關 即是男技的技巧 這麼好 007都經常勾引女性的 出賣情報 記住 我記得是 八個語言 就是基本能力 雖然第三集已經講日文 雖然你全部都是講日文 一開始有講過英文 他有趣的地方在於 其實他頭那兩集 我覺得他有點像是在諷刺 日本的那種武士精神 所以很大膽我覺得 你完全反對日本的武士精神 說什麼犧牲 我們不要犧牲 犧牲是沒有意思的 你反對打人家 打自己的國家的面 如果你說大膽 你想想日本現在的情勢 真的很大膽 右峰可以繼續吹起的年代 講外國精神 講自己要拿軍隊保護自己 現在跟他們打面 打外國的面 他現在分明了一個主角 他所說的就是 他是一個有外國精神的男意 做狗間中衛 他是一個軍人 他是軍人出身 他深授就是什麼呢 傳統那種的 不是 現在天皇改了 日本武士道 是 對 你可以說就是 在於我們一些 已經是普世宅的 觀念很開放的人 就是說 他根本是叫做什麼呢 用一些說詞 令到一個人 去願意金心為這個 所謂的理想而犧牲 而套用這個動畫裡面 直接的說法 就相當打鍊 就是洗腦 簡單來說 所以他這些關不找軍隊的人 就是 因為已經洗腦了 我不會找你 所以他就是叫做 找一些平民 他很強調大學生的事情 就是在那個時候 你接受到一定教育程度 其實你對那個思想主義 那種的潛制 其實你會抱有疑問 還有正如 男主角 左九間的獨白所說 這班人支撐著自己 是他們的自傲感 其實當年的大學生 一定是精英來的 他們很自傲 我覺得自己是萬能的 這些能力上的 我做到 誰做不到 寫我其誰 所以他們才會做到特務 其實 而那個衝突 你會覺得 頭兩集是有趣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左九間和這八位間諜之間 那個理念 那個衝突 而最終就是 左九間怎樣 被這種理念去衝擊到 他會覺得 打醒一班思想古舊的人 就說 其實你這樣做 你得到些什麼 其實你什麼都得不到 你只不過是成為別人 遊戲裡面的一種氣質 對 尤其其實 甚至 那個最打念的東西 就是說 你為國所謂的捐軀 你去殺死你的敵人 或者你去自殺也好 你對國家其實 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些事情 是沒有做到任何事情的 你要把情報交給你的國家 才是真正幫到這場戰爭裡面贏 Joker Game裡面就是說 當時他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華盛頓的會議 就是要看歷史 就是一個 日本被人夾不住的會議 簡單來說 一句就說完 就是說在這個 前舞台上面 當你在這裏 嘗試表面的明刀明槍 打不贏的時候 你要暗地去為國家取勝 其實 頭兩集裡面 他就是什麼 二人姐所說的 提球器材 他真的有個遊戲在裡面 是他們八個特務裡面 他們叫自己 開創的一個 他們八個人玩的一個遊戲 就是說 互相去提供情報給大家 以及去拉攏 或者是拆反其他的人 就是令到他可以在一個 撲克遊戲裡面取勝 這個就是 其實他也說的就是 你如我詐的東西 其實是 真正 其實他也說了 也是 套回座九間 他說的東西 就是說 你們其實 去到核心裡面 其實你們只不過是為自己 沒錯 因為在他們來說 就是什麼 這個世界裡面 任何人都不可信 最可信的那個 其實是他自己自己 因為你自己 不會出賣自己 理論上是 頭兩集 其實最主要是 在表現 就是說 我這一班特務 他們的想法 還有就是說 他們的任務 是什麼 說了那個 氛圍出來 還有特務 那個片 就是剛剛 我們之前 講笑的說 這些特務片 不像007那樣 射槍 扣女 喝酒 還有去打魔頭 那些007那些特務片 有些奇怪的特務片 不是 一般的特務片 應該是不用那麼多出血的產品 是一個人去對付 整班黑幫 不是 就是要特工對達 他講了一件事 對他來說就是 因為007那些叫做什麼呢 他是特工 他不是間諜 大家分清楚 我覺得他裡面 將這個東西混亂了 在007裡面 不過不要緊 這套東西裡面 也都很表明了 當那個間諜 如果被人懷疑他是間諜的話 這傢伙就已經失敗了 即是他說 間諜的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不要見到我 你見不到 你見不到 你硬是見不到 他是不起眼 他是完全不起眼 所以他才能夠滲透 去每一個 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才是真正的間諜 其實他這件事 第三、第四集 就很充分顯示到那件事出來 其實第三、第四集 就變成就是什麼呢 每一個特務的 自己個人Solo的一個故事 就是說 他去了一個不同的角度 那個角度裡面 發生了一些 即是已知的歷史事件 我們已知的 他在裡面做過什麼 扮演的角色 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是幾單元式的 暫時來說 但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貫穿了主題 即是不單止是特務執行行動 而是說 足夠機密一直說的那件事 或者其實第一、二集想說的 就是所謂的國家的忠誠 所謂的衛國的正義 其實在三、四集都好 那些人全部都是不事一顧 背叛了這件事 甚至其實他會說到 最終那種的 所謂的忠誠 所謂的崇高的意念 最終其實都是什麼呢 一種自我滿足 你想想一下 第三集的時候 那兩個學生的抵抗組織 說到要為過犧牲為同胞 去有愛的 去戰鬥 最後做的是什麼 一個為家人 要背叛組織的人 一個為外人的關係 連組織的人都要剁過去 這樣而已 錯不是為外人的關係 你講得太多了 你講了這一步 你講得太多了 他純粹是為扣女 扣女 扣女 都不知道不知道 他心想 那一條友仔 有什麼值得去愛 有機會去刺他 其實都是借機報仇 那種就是說 其實你是在所謂的大義名分之下 其實你會看似你是出眾全力 只不過是因為你的價值觀 或者你的目的 和所謂的大義很靠近 令到你就是 有一個叫做 道德高地 或者是大義名分 去行使你去做那件事 是的 那這個可能還有一點點 如果第一、二集和第四集更加醜陋 其實根本只是借國家的名義 拿自己拿著數 第一、二集裡面那個大衛 其實都是想借DK班去過橋 去掩蓋自己的過失 他還要犧牲他的一間店 他派了D.O的間店 他是想犧牲坐九間 但是他那個位置 這種就是說 在這個所謂政治舞台裏面 或者權力鬥爭裏面 這一種濫用大義成分 其實說 我也是為你好耶 我也是為國家好耶 我為國家好你 死了他 第四集就更加簡單 其實那個人只是為了自己 不過那個比較悲哀一點點 是一個愛國者的終結 就是一個愛國者盡心盡力 去到上海租界 打算維持入務 去幫他做那件事 最後他的盡頭就是墮落 有時候不是說 純粹是一個正確的理念 就能夠拯救什麼 或者你能夠做到什麼 是一個再正確的理念 就能夠分配 其實 尤其是我覺得這裏 對我來說是一個有趣的 因為 這個是一個本人的關係 因為 很老實講 那八位特務的樣子 其實我都還不是很英文 不要緊 這個不適合你本人的問題 正常 你的樣子不起才做特務 所以是什麼呢 我每一集 其實他叫做這些所謂的特務 第三集明顯一點 因為只有四個人 但是去到上海這段橋段的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 我看過記者的時候 我是忘記了這個人 有可能 每一集新的時候 你會猜 這麼多角色哪個是特務 然後他又回到環境 我就是特務 所以我完全說 我真的忘記了 我已經完全不打算去理解 我已經完全不打算去理解 一個八個不起眼的帥仔 都是平均的帥仔 雖然都是這樣 不起眼但是帥仔 很難 所以八個不起眼的帥仔 應該都是那種帥仔 清一色的美男士 他故意弄得很肥 但怕看不出誰 甚至乎第四集 你沒有一個 我不相信 各位之前沒有一個錯過 就是肯定那個 那個女扮男裝是特務 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我 沒有 因為他都是特務 是捉獲特務 我老實回答你 我直至看到貪污的負責人 自殺那一刻 我才發現一個問題 特務呢 這人死了 然後說 完了 這不是成功的特務 對 但這就是成功的特務 Mission complete 在哪 我開頭是在想一件事 因為我還沒有很釋認 他是不是一集一個故事 但他還說 未出來 他還沒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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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條有陽就是了 最划算 那一套動畫裡面說 就是那個記者 暗示有一個人是特務 但原來那個暗示記者 那個特務的人 本身都是特務 這就是局中局的巧妙之處 我事輪胆 你事輪胆 有馬所說 還有一個特務應該是最厲害的地方 是不需要沾污自己的傷心 不需要他去驅使他的棋子 因為他不會被人懷疑 就是他驅使的棋子 達成自己的目標 其實是重要的 而這套動畫裡 其實是一個 我不敢說好看 或是太特別的地方 這套動畫裡面 真的好像 各位主義組 你不需要記誰是主角 因為這套動畫裡面 根本沒有主角 他的目標就是配角 知道嗎 這套動畫裡面是什麼 他其實 與其說 我們是看角色 比如說 他在宣示一種 作者 或者制約群裡面 的一種 告訴你一個事實 他在跟你掃說 是這樣的了 現實就是這樣的了 沒有 只能夠說一句 就是特務片 應該這樣拍的 即是 是怎樣 一個特務 可以影響到整件事 達到他自己的目的 達到他自己的目的 當然你說第四集裡面 沒有那麼人性化 反而你說第三集裡面 在法國那一集裡面 三好 我記得那個 那個 那個人是最異形的 是的 因為小小小小小的 三好 其實他作為一個特務 但你也會看到 就是他人性的一面 最後 那一刻是 你是不是想留在這裏 沒問題的 然後他好像 籌處了一陣 然後他就放開了 因為他是一個專業的間諜 當時他回答Yes 就立刻 不會有什麼出來 告訴他 我也覺得有機會 阿忠祖就會把他 是的 應該是試探 還有我覺得 他人性的一面 反而我想到的 就是他自己跟自己說 原來我的入務 不是最好的選擇 令到這件事可以完成 這個就是正正 說回一、二集的時候 說的話 那一集因為 其實是要自我 我們覺得我只得我完成這個入務 我才會去做特務 是的 其實他在這裏表現這個事情 不是 那一段精彩的地方 就是他曾經遇上一個意外 令到他有短暫的失憶 可能甚至乎 那一段是靠著他自己的本能 即使他不記得這些記憶 他都靠著他做特務 做特務的本能 去怎樣完成那件事 正如那時候教官仔 你有潛意識裏面 知道入務怎樣完成 你就需要 其實他已經入腦了 他成為了他的身體 剛才 技能的一部分 本能的一部分 他已經是屬於 即是他看到那個的感覺 因為他都受人邀請 其實是甚麼呢 變成好像跟一個 一個間諜 當同一個人 真正 連成一個真實的關係 那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很危險的事 即是那一刻 其實雖然有那個囚囚 但 即是他最後來講 阿三好像說 沒所謂 我走了 但下次麻煩給一個輕鬆一點的任務 即是你真的看到他就說 其實他好像 有少少少稀笑浪漫 即是很輕挑地說 下次給我一個優差 你不要去 要我搞失憶 大哥 要搞我 失憶就是意外 他感覺上就是 他很不善這個任務 就說太簡單了 我覺得甚至是 其實他是想說 你下次不要給一些 就是要這麼深入 那種人際關係 即是跟別人連結 但是你又明知道這種關係 是一種虛解的關係 暫時的關係 你只是在扮演一個角色 這一種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 反而我會看到 就是三號其實也有一個 人的味道在裡面 即是他不是一個完全 又冷酷無寵的間諜 但你說當然 這一集是這一集看到 反而我覺得說 我看這一集 我看出來 當然這個事件沒有那個 所謂第四集 那個 陳述一個事實的衝擊性那麼強 但是這 第三集那個位置 其實就看到 所謂的 看到那個角色 反而是 兩集的定位都不同 所以其實這一集 暫停的這套作品 我可以這麼說 也都不太適合 如果大家是純粹想看 嘻河下斜 不是 可能之後有一集 都沒有變 就是飛車 我可以推薦各位觀眾 你先看高校艦隊 先看哪一集 喂 會死人 是呀 我是錯了 我看這一套再看高校艦隊 就馬上圍禍好重了 還有我想問各位主持 其實大家有看過最後 有看預告的一部位嗎 有 預告的就是告訴你 其實之後下來 哪一個特務 大家丟棄 不過大家已經忘記名字了 不是呀 那就是精彩 你不看預告的下 其實應該 因為我是沒有看預告的 所以我先看 原來有這個位 告訴你下一集 哪一個出處 不是因為我是看完 因為驚訝完第四集以後 蛤 死了 然後我買了一個教品 就說我先看預告 我看預告 我覺得看預告比較好 你測測我蝕水 我是不想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他那個感覺 我那個感覺是甚麼呢 有些人在拍我的拍照 說 散場了 沒有彩蛋了 是軟的 那些感覺是第四集 好像給你一幅圖 你在那幅圖裡面 找那個特務的人物 這樣 但這部是一個動畫的意思 這個是訓練 日常生活 要找多一些特務 回來 brother 因為這樣說 其實今季裡面 大家都記得 上一集我講 總結是一個驚喜的原因 在於是甚麼呢 今集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作品出現 今季裡面 這一套很明顯就是 嚴格的分率來說 這套真的不是很動畫 其實是 拍真人影片都沒有問題 甚至想起 上一次看這一類的東西 不是在電視機看到的 其實 但日本拍真人的話 這套應該有 應該都可以拍得到 這套真人電影 應該有真人電影化 大家可以試試找來看 我還沒看 我也沒看 但 那個感覺 不會說你不會見到 一騎當仙 總之 你不會見到甚麼呢 所謂主角 你不會見到057就可以了 應該不會插核彈 你只要見到 就是一個世界的舞台 這一班 漢字能力很強 但都是微不足道的人物 怎樣去 在背後 去穿針人纖 穿插在一些歷史事件當中 他們留下那些甚麼 微細的痕跡 或者是為了國家 背後裏做了甚麼 對 所以 如果你純粹是 很難評價 這套東西 很難評價 其實好不好呢 反而這套東西 不是用一個動畫 拍得好不好的角度 我覺得是 刻畫 歷史事實 還有它可以借助動畫 去一些戲劇性的東西 但又不能夠太過份 不會突然間 有一隻眼色射一條邊 這些奇怪的影片 是不可以出現的 這一種 所以其實 的確 漁鏡馬桶 很難評價這套作品 究竟 在動畫的角度 是否好看呢 觀眾有興趣的 可以先看第一、二集 我甚至覺得 應該先看第二集 看完之後 你覺得這套戲合不合口味 不合口味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看 因為第二集是一個 很完整的主題 是一個很完整的主題 告訴你 這個世界 無仁義無道德 只有利益 很清楚告訴你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運作 你別想有甚麼熱血有成性命 每樣東西 這套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